各位朋友們好,見到兩隻錶不同牌子 因為這次又要比拼一下 右手邊就是瑞士 Swatch Loop的 Middle 左手邊就是國產的海偶 這兩隻錶有甚麼共通點呢?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同,但有一樣東西是一樣的 就是By Compact 的計時碼錶 兩隻計時碼錶拍在一起,比拼一下 也沒有說是否完全公不公平,大家可以多些選擇 首先就是這隻 Middle Multifold Patrimony Chronograph 42mm錶鏡,厚到16mm左右,不過鏡頭也蠻拱下 錶耳去錶耳,就48-49mm 這隻錶是賭金殼,再加上金色元素在錶面 再加上藍色的錶面,真的很漂亮 其實是很高級的一隻手錶,我已經介紹過了 我現在在錶針,調教它六時位置的日力 在這隻中間,所以整隻錶都很平衡 它有兩個Septile,所以是By Compact 現在看到我啟動了中置計時秒針 它有一個Septile是小秒針 另一個是30分鐘累計的 即是三時位置30分鐘累計,稍後再看看吧 看到這個機身是Calibur 60 60小時動力儲備,架有直線打磨 甲板有魚輪文打磨,很漂亮 50米防水,也不會預理拿去游泳 但這隻錶是很漂亮的 藍寶直水鏡亦是很拱的 夜光亦有的,譬如指針亦有夜光 戴上7吋的手腕 42mm錶徑,這樣就不錯吧 是適中的大小 其實這隻錶都致敬Middle 1937年推出 第一隻計時碼錶,所以看起來都很復古的 左手邊這隻是甚麼牌子來的? 其實是海鷗的牌子,但你看到12時位置 它不是寫著海鷗或串了C狗出來 因為這隻錶其實就是海鷗的1963空軍手錶 不過它就叫做D304 Reissued 因為我看回資料 原來那時這個造錶計劃就叫做Project 304 這隻錶是40mm錶鏡,14.5mm厚左右 錶耳去錶耳是46mm,也不是很大隻的手錶 所以它的計劃,Project 就叫做D304 所以這隻錶應該是當時設計了出來 但最終就可能沒有選到這一款的設計 到現在也復刻給大家欣賞一下 禁二時位置的按鈕,現在啟動了中置計時秒針 還是紅色,非常之搶眼和清晰 沒有做透底,寫著30米防水 這隻錶用的機芯就是ST1901 手上鏈的計時機芯 即是跟1963其實是一樣的,都是同一個機芯 但這隻錶除了這麼特別的歷史背景之外 因為帶子也很特別,竟然有一個小小的指南針 是可以動的,我試過了,真的可以動的 現在紅色的三角形是指著北方的意思 所以這隻錶真的很有趣 通常我看見其他手錶的指南針,可能很大隻 它現在尚算是隱藏的 即是如果你換了這條帶子後 隨時手上也有指南針,讓你去探險,非常之方便 戴上手給大家看看,40mm錶徑 就比中小小的那隻,小小的2mm 而現在兩隻錶其實仍然在計時 而中先按鈕,現在計了6分鐘左右 差不多時間停了,按2時位置便可以停了計時 按4時位置便可以歸零 類計和中節計時秒針都可以歸零 這個就是Middle Multiple Patrimony Chronograph 其實這隻我第一次介紹時都很喜歡 現在看看海歐1963D304的版本 看到三時位置的類計計了3分鐘左右 六時位置也寫著22轉的手上鏈機身 我按了二時位置,中節計時秒針停了 按四時位置,中節計時秒針,類計針都會貴零 這隻就是手上鏈的計時手錶 和Middle那隻不同,Middle是自動的 現在的手錶擺放在面前,大家可以看到 價錢真的有點距離 海歐定價是6000港元 Middle瑞士手錶比較貴 17000多港元 只看定價,Middle差不多是海歐的三倍價錢 大家對這錶有興趣,也可以去到 佐德預畫國貨的榮記錶項 記住看過這個頻道,一定會有更多優惠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也麻煩大家訂閱支持 對我來說真的有很大的推動力來來 Middle這隻非常復古有型 機身有60小時動力儲備 還有瑞士製的手錶 至於海歐便宜一點,當然是剛才說的 還有手上鏈的計時機身 還有不但送多條帶子,上面還有指南震膜 非常可趣,大家可以在留言聊聊 究竟你會買哪隻呢?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拜拜!